今天小弟又來到這個城市獵人 其實就... 那叫什麼? 他們的新窗叫做... 嘩,糟了,再來說 好,歡迎你... 還有什麼說的嗎? 我又忘記了到底上是加喝還是減喝 待會又要看說明書 我想這條片一會在幕後的番茄歌 就會剪到生氣了 那另外一件事就先說 今集我們就純粹試給大家看 單法、三連法和連法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首先,City Hubder這個場地不算太大 我們試試距離,即是十多米 現在這條距離顯示就是... 差不多十一米 十米九五九 OK 十一米距離 我們待會試試紙白 好啊 好,先看一會 先打左邊的兩隻 然後左邊前面,六隻 现在试一下单法 不算很快 支枪的操控非常好 我们试试target 看看谷屏去到哪 试试target 我相信应该是不错的 谷屏都挺漂亮 但仍然看到A字 外面有一个圆圈 后面有B松丝松 B松丝松没有弹洞 都是集中在A松的附近 但因为我的红点调度 未必一定是对得正的 我轻轻会高一点 如果要红点高一点 胆度就会集中在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单法 待会我们借中间的位置 试试这支枪的连法 我们又去看看target 连法和单法的分别是什么 在A松边围绕连法的谷屏 但弹度的范围也不大 集弹区就不错了 假设是打游戏的 一个头盔位 基本上就不能走 这支枪有一个特色 还可以玩三连法 这时间我们先教一下枪 然后试试给大家看 三连法出来的谷屏 大概是危险的 刚才已经教好了 其实它是控制trigger 当我批过他的单法 Guide 就按压后 然后就会有 hiss中印 便会变成三连法 好,那三连法的 political factor 又会怎么样? 3 4 5 老实说骨頭很爽 11-12cmін deine三连法 非常明显 Ton法 couple 就比同应件好 约法在弹度可以急 三連發導入三顆 有時間給我們RequipGeechang和VM的目標 出來的效果挺帥 鏡頭看看 分別是單把,是逐槍把 容易瞄準,RequipGeechang 然後是連發 其實有少大意 如果導演容許我拍多次 應該效果會更帥 不過我們希望著真度高一點 三連發全部集中在ASO 好,首先 CTHugner這個場地不算太大 我們試的距離就是十多米 希望稍後有些業內的朋友 容許我們其他場地試的距離 可能20米、30米 更加試到Gchack射擊距離 可以去到哪裏 但是十多米 如果我們再建議石擊其實就收貨了 包括單把,準程度非常高 連發其實我們甚少用的 三連發純粹是玩的 好玩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Gchack的 夠輕 跟我以往的Gchack一樣 夠簡單,夠直接 如果大家喜歡牌子的東西 它就一步到位 BCM啊,BCM啊,BCM啊 其實數下去 數數Gchack,七八樣東西 最後多謝大家 請留意ERA Sport的channel Thank you 各位,大家好 整體來說,我覺得它比較輕身 我覺得它的尾部 中間和前面的重量都比較平均 其實駕駛上手都比較舒服 一些槍的設計 火帽那麼短 在做一些search 或者suiting 都比較容易上手 好,大家好 今天我很幸運 可以試到這支VFC出的 BCM、MCM R Rival 我作為一個 玩了競技射擊很久的射手 其實一支競技射擊的部槍 是最重要是輕巧的 而我剛才有時候 主要試一些 走動比較多的stage 拿著這支槍的跑動期間 其實我也覺得它非常輕便 因為主要它這個M-Bot 都偷輕了不少 以及整支槍整體的重量分佈非常平均 所以對我來說 剛才的跑動負擔都不是太大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對於我們打競技射擊 主要是單發為主 而單發的話 我們每一槍的回力速度都非常講究 而這支槍因為它是電子波箱 所以剛才的單發 每一發它回力速度都非常快 非常敏捷 可以感受到電子波箱的魔力所在 然後第三件事 就是它的彈度 它的彈度非常長、非常直 所以它非常滿意這支槍 如果作為一個新手來說 可能AEG來說 一個Fullmarking 一支很漂亮的槍 一邊CMmarking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要緊 我明天會再來 不要緊 我明天會再來 還有一邊CM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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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